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4月9日 已經是 星期二了 這節想跟大家說一節 娛樂八卦新聞 這個娛樂八卦新聞 其實已經傳了幾天了 我一直都覺得 很假 但是看到香港媒體 爭相轉載報導 我就想討論一下 當然 我覺得這件事其實是很假的 因為 這件事在早幾天大陸的網上傳出來 然後我看到微博 Twitter等等也有人討論 但是 始終沒有任何的證據 沒有任何的出處 只是一個博客的爆料 我們也看到很多內容 農場在紛紛轉載這件事 因為夠豬市嘛 竟然 香港的媒體 也開始紛紛轉載了 當真的來玩 我看下去 我是不相信這件事 因為始終 相差 可能真的大了一點 就是說現在 張柏芝的大兒子 謝震軒 Lukas 一直都是由他撫養的 謝震鋒就跟黃飛因為2014年複合 基本上 他就很少理了 當然 最近傳出他的大兒子 就跟一個46歲的滑雪教練 傳出緋聞 甚至乎懷疑兩個人 已經同居 激到他媽媽張柏芝入院 46歲還帶他媽媽 因為張柏芝今年才43歲 謝震鋒也好像 80年 謝震鋒也好像 今年44歲 因為屬猴嘛 謝震鋒 他在11年跟柏芝離婚 離婚之後 在18年 他又生了一個兒子 那個不是 跟謝震鋒生的 最近又傳 張柏芝 又有第四胎 跟誰生的真的不知道 這件事很秘密 現在問題就是 為甚麼他的大兒子 會亂上一個 46歲的滑雪教練 當然不用寫明是女兒 難道他的兒子亂上一個46歲的滑雪教練嗎 而且跟他有同居生活 他說 他媽媽 沒有反對兒子拍拖 不過接受不了兩個 相差30年 甚至乎 年紀比他還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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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這個消息傳出來之後 當然網友紛紛就花生心態了 信不信一回事 但是如果是真的的話 很厲害 主要是稱讚他爸爸基因向大 是不是 即是 專門去 搞那些年紀大的姐姐 姐弟戀這件事 近這十幾年很流行 我們看到很多 比較年輕的男星 出道 亦都很受姐姐歡迎 可能是年輕的英俊 但是 很多男明星 他們亦都很 不介意 跟年紀比他們大很多的 女士 拍拖 我亦都想做一個 簡單的一個 調查 我們做一個 小民調 我們看看網友 如果你是男性 你會接受到子弟戀嗎 第二個問題 就是如果 你的家人 或是你的兒子 例如我們聽我們的節目 很多人都年紀一分 你能不能接受你的兒子 跟一個 給他 年紀大的 女人拍拖呢 甚至乎 兒子的女朋友 比你更大 比你更老 你又能接受到呢 這個問題 我們看到 為甚麼我要拿這個話題出來說呢 就是因為最近我看到一段大陸的短片 他們訪問大學生 在街頭 在不同地方 訪問年輕人 每個人都是20歲 問他喜歡姐姐還是妹妹 誰知道 不約而同 訪問十幾個 只有一個說喜歡年紀小的妹妹 每個人都說喜歡姐姐 這個 我都十分不解 究竟是甚麼原因呢 會不會牽涉到有個問題就是 現在大陸可能經濟困難 他覺得 姐姐就不用自己花錢了 出於經濟考慮 跟姐姐出街 沒理由要我花錢的 如果跟妹妹出街 可能 就要自己花了 這個呢 會不會是純粹出於經濟考慮呢 還是 由於 如果你對於一個20多歲的年輕人 可能 20多歲 比他大幾年會有吸引力 但是如果大他那麼多 年紀比他老母更大 那麼究竟有甚麼 有甚麼吸引力呢 因為 感情這件事其實很難說 原因是甚麼呢 每個人 可能有自己的特殊遭遇 張柏芝這個案子 其實你也不難理解 由於在單親家庭出生 變成他媽媽 實際上他小時候就由媽媽一路照顧 那樣東西會產生 一種 其實反過來 我接觸過一些朋友 跟他聊天 他如果是單親家庭 他如果是由媽媽撫養的 女兒有機會是亂父 因為他沒有爸爸 但是如果由媽媽照顧 兩個兒子也是亂母 或者他喜歡比他大 其實這個比較 是特殊一點的 所以我特別想拿出來說 因為我之前也有認識過那些 朋友 他說他因為他單親家庭 媽媽大大 所以他特別對一些年紀大的男士 他幾次拍到也是年紀大過他很多的人 他好像想找爸爸那樣 我不明白 他就說是呀 因為他自小沒有爸爸 所以 好像想找回那種 補償 我說那個就是你爸爸了 你家人不反對嗎 家人也不理了 那個實際上真的比他老爸 好 反過來 由爸爸 去 撫養那些 會不會有一個戀母問題呢 這件事我還沒認識過 他說他是跟父親的 那麼他 就跟他 他自小就沒有媽媽了 那些女士會不會找過 男士先說 男士會不會找過 大過他年紀的媽媽呢 因為這次的案子是剛剛相反的 他是由張柏芝撫養的 這兩個人 這兩個小朋友 這件事 很多人 即時就在討論 主要是說謝霆鋒 王菲也比他長大 他也不介意 他也是 專門找年紀比他長大 而且當時有幾個明星 很多都是傳出子弟戀 這個現象 跟現在的化妝技術 或者保養是有關連的 因為以前 大家都沒有保養的時候 人正常那麼老 因為男人其實是比較遲熟一點的 所以到了年紀大 他還能保養 所以他們找一些比較年輕的女孩子 例如男人40多歲 找20多歲的 看上去差不多了 不會差很遠 但是如果反過來 女人到了40多歲 那個 倉老程度 正常來說就比男人老得很多 如果你跟你的 同學有的事 例如大家40多歲 例如你可能是20多歲一起結婚 去到40多歲的時候 大家都是40多歲 但是 如果他沒有甚麼保養 正常女方 女人是比男人老很多的 所以 有些人說找老婆 一定要找自己小個自己 十多歲的 因為到了老了 不會差那麼遠 不然 真的有時候 兩夫妻出來走出來 被人覺得那個是你老母 真的有些是誤會的 他們20歲結婚 很小 他告訴我他20歲就結婚 結果 40多歲的時候 他老婆出來 真的好像他媽媽一樣 這件事是以往的 沒有保養 做明星的當然要保養 40多歲 可能他的樣子更好 這件事 也是為甚麼人 接受這個子弟戀的原因 跟這個保養有關 有時 有些是跟經濟的原因 有些是跟保養的原因 不過 我覺得 這件事 令我覺得奇怪的是 為甚麼香港的傳媒 紛紛轉載這宗新聞 根本沒有任何出處 首先 有沒有人去訪問張柏芝呢 第一時間 你有沒有記者去訪問 完全沒有的 以往 也有傳聞出來 你殺人啊 你放火強姦啊 你起碼問他 什麼時候有殺人 放火強姦啊 你怎麼知道 你從哪裡知道 有消息的 會有記者去問 這件事 完全沒有任何記者去訪問張柏芝 又或者 沒有任何人去 嘗試找到張柏芝 證實 現在那個傳媒生態究竟是怎樣呢 總之有人傳出來他的招報 已經傳了很多天了 我看到很多人 我看到現在 香港的那些娛樂新聞 紛紛傳載這件事 我才拿出來說 現在是不是做新聞做到 完全大家不需要理真假 總有人說就行了 無端的有人說一件事 這件事都很匪夷所思 46歲 以及17歲 兩個人差29年 而且張柏芝 比他還小 張柏芝43歲 那麽大的差距才會 很大人拿出來說 大家對於 現在香港的媒體 其實也不會有任何的希望 因為 在這麽高壓的政治環境之下 很多人都是 不想說那些比較牽涉到政治的話題 總之不說就安全啦 說說娛樂八卦 說說喝飲食食 買樓就最好了 這些安全嘛 但是 也不是那麽沒有底線 你起碼也要去訪問一下 去問一下 有沒有這樣的事啊 我們問過張柏芝 他說神經病的 你沒有這樣的事 起碼你問過 完全沒有 照報 這些會不會到時 等於在 傷害人家呢 還有 你 造成一個二次傷害 報紙不斷轉載 好了 這次時間 我先講到這裏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我們誠意邀請 經濟去向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謝謝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當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ckshack的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各客 的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ckshac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的話 也可以購買Shackshac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六大優點 大家可以 認識一下Shackshack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ckshack的VPN 特殊是URFSHARK 我都要使用 第一項數天 早上使用 consent 速度也會 十分之快 第二 Shackshac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的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理你是 利用公共WiFi还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ckshack都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ckshot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ckshot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ckshot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ckshot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的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搞定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按照《數碼世界》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和安全問題 下次再見 好了